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又或者是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 我們都不能夠接受以言入罪 他現在沒有辦法阻止我們 去推廣宣揚香港建國或者香港獨立 但是他蠢蠢欲動 他如何蠢蠢欲動呢 近日建制派和一些親共的報章 已經在宣揚著 要盡快為23條立法 希望可以押止這些港獨的聲音 各位我再提大家一次 這個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無論我是宣揚香港獨立 還是要求上緣阿姨復出都好 這個都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一個文明的社會不能接受以言入罪 但是他們希望通過23條立法 限制我們尋找香港更美好出路的一個自由 各位 我們是必須要奮力去反抗 23條 基本法23條 嚴重侵害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 03年我們曾經試過超過50萬人上街 利用群眾的力量阻止23條立法 現在23條眼見重臨了 我們能不能夠利用香港人的力量再一次阻止它呢 我們可以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被動呢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主動出擊 為什麼不能夠反手圍攻呢 接下來我們與公民就會推動一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運動 意思就是說我們會通過公投運動去要求重寫基本法 我需要大家民意的支持 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民意支持 我們是有權去重寫基本法 而在重寫基本法的過程我們能夠解決很多香港問題 包括23條 我們有權重寫基本法 我們有權在基本法裏面 將一個侵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23條 徹底去改寫 我們是可以 我們是可以將這個問題徹底地根治 只要我們重寫基本法 所以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如果你要珍惜自己的言論自由 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 請大家支持公投制憲運動 而首先第一步 你是要登記做選民 現在或者5月2日之前登記做選民 你的一票就會發揮巨大的作用 你的一票有可能改寫香港的前途 你的一票可以幫助香港人 去徹底修改基本法 包括裡面的23條 徹底地去為我們香港人 爭取我們應該有的言論自由 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多多支持 馬上登記做選民 我是熱血公民的黃陽答 多謝大家